欢迎两位 还在读书是吧 对 我现在是大四 她是大三 这是学妹 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她那时候是学美术的 女生是对师兄是一见钟情好像 是吧 对 为什么一见钟了 情了呢 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加社团嘛 然后我就加那个社团 她正好是那个团的团长 啥团呢 就是大学生艺术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是觉得她长得挺帅的 也挺阳光的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新生晚会上 跳了一支舞 就是我偶像的舞 我觉得她品位实在是太好了 你偶像是谁 就是那个XO啊 就因为她跳了你偶像跳的舞 然后我就觉得她特别帅 结果我开始追她 我和她直接因为这个艺术团嘛 有好多的事情 到最后就是影响了她 影响了我 影响了我们俩的关系 完了还影响了她的学习 还影响到我的父母 好多的事情 那你慢慢说给我们听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是团长嘛 然后很多活动需要活动经费 就是活动经费的话 就需要我自己的钱先垫付 完了最后那个社联 再给我报销 完了这样我就怕我钱花抄了 不然搞活动没钱多尴尬 然后我就讲 我把钱放你那里嘛 完了 那个时候还是刚谈恋爱 一开始放在那里第一个月的时候 人家可倒好 拿我的钱去买了个那个EX搜的 那个一个CD 那你给我买东西还不行吗 你身后的男朋友 你就得给我买东西啊 那我一开始我给你 你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想你喜欢你就买呗 可知道哪知道 这以后 那后来那几个月 他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甚至到什么限量版的 那个什么写真啊 什么杯子啊 喜欢那些东西嘛 没有那些东西 我就无法呼吸 我就活不成了 那你喜欢 你能不能注意注意我们啊 他一个月要买 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你讲我们到二十多号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的钱 就还有几十块钱了 那吃泡面也不够 我不也没有把那些钱都花完吗 我还留了一部分生活费啊 那你留几十块钱 跟我们干嘛 十多天就吃个泡面 那也不够啊 那去借钱嘛 那借钱 那我好意思借 那我这个月借一次钱 完了下个月借一次钱 那人家还在接我嘛 完了后来 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哎呀我也没办法 你说喜欢就喜欢嘛 小女生你喜欢 偶像不很正常嘛 是吧 我觉得倒还好 那咋知道到后来 他越来就是 越走火入魔了 你看人家明星穿的衣服 多好看是吧 多有造型啊 然后人家灯光一打 化个妆 上个台多帅 然后人家就跟我讲 哎我要买个衣服送你 我一开始我还挺高兴的 我讲哎呦 这么弄爱嘛 就要送我衣服了 结果倒好 我打开包裹 我拆开一看我都惊呆了 那胳膊是露出来的 完了这里破一块 那里破一块还带亮光 那多好看呀那些东西 那好看 我能穿上去在大街上走吗 我就觉得特别有寒范 特别帅气 你穿上我就觉得很合适 那我穿上就跟 石波兰的一样 那能行吗 怎么叫石波兰的呢 我觉得好看啊 你说这个衣服还好吧 我不穿还可以 那完了过了一段时间 又让我去烫发 我那个时候 去年冬天嘛 头发就有点长 完了他讲 哎最近那个 我看一爱州那发型挺帅的 要不你留一下 你改个 弄个这种造型啊 完了我一开始 我看这个造型好像 哎确实是哈 是挺帅的 但是后来我做完之后 那我好不容易 确实说你去弄那个发型了 那为什么第二天就给我理了 那你看那个发型 你这个脆头是什么意思 人家是明星吧 人家脸是锥子脸吧 完了我这方脸 我配了那个头发 完了还是那种 好黄好黄的变毛的 我自己照了镜子 我都感觉像个泰迪一样 什么泰迪啊 那多帅呀那个 回到寝室之后 宇友啊 就笑得肚子都疼 我这脸我都不知道往哪 那你是友的眼光中央 还是我的眼光中央 那我班主任见到我 还夸我呢 讲哎呦 你这最近在走smart路线吗 我一开始 我都不懂这smart什么意思 我想老师你说的是那个小车 还是说聪明的聪慧的这个意思 然后我老师讲 你理解错了 我讲的是沙马特的意思 我都无语了 我第二天我就去剪掉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 这是时尚的头发呀 这是发型呀 你老师不懂 这些还算是小事吧 后来人家可倒好 而为了这个EX周年 学都不上了 去年那个五月份的时候 EX周好像是在韩国 有个演唱会嘛 他就特别想去 那我不是没去城吗 我还没高兴几天呢 人家EX周又要来中国办演唱会了 去了吗 去了 我去网上给他买了两张票 完了我一张他一张嘛 我一开始我就想 我陪他去 哎可人家可倒好 我把票拿出来之后 人家讲 你买两张干嘛 我不需要什么两张 我就想一个人去 那是我和我偶像的单独约会 我凭什么让你去啊 您听到了吧 这是约会 我听了之后 我就感觉好乖啊 你去了吗 我最后还是没去啊 那张票呢 卖了 我在网上 刚摆上去 一个小时就卖掉了 你看像他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 接着说接着说 他就自己去了嘛 我也没有办法 就让他去呗 但是你说 我就是不开心的一点 就是你说 你这女孩子 你一个人去外地 你就不怕不安全吗 反正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就是安全的 我实在是没话讲 你说他这样 完了后来 去了第一次之后 他又去了第二次 我看不到 我去第二次 完了第二次 还是不让我去 你说这一个月 已经看了两次 正常人都应该满足了吧 完了人家又要看第三次 你要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给我买一个前排的座位 我怎么可能去第三次呢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连他的嘴巴 他的鼻子 我都没有看到 那个VIP座位要多少钱 我这一个学生 我去哪找那么多钱 我第三次去的原因 不就是为了想看到 他的鼻子 他的嘴巴吧 看到了吗 那你平常你 没有 这还不是重点了 他去第三场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七月份吧 他那时候还要期末考试 一个学期考试 完了我讲 你考试增高 他讲 不考了 VIF都补考呗 而且你说 你看你就看嘛 你就不能长点心嘛 他班主任 有他的微信嘛 你看小女孩子 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都比较激动 拿着手机 在那录小视频 在那录录录录录录 完了在那刷屏刷屏刷屏 没有评定他班主任 他是跟他班主任请假 讲家里有提示 我棒了呀 结果人家班主任一看 哎呦 好家伙 你这是去看 人家演唱会去了 他骗我 班主任就很生气 他本来就是 补考一次就可以了 完了这样 就直接就是通报批评了 他通知他家长嘛 他爸妈本来 接了电话之后 以为 你看穷养儿富养女嘛 是吧 女孩子你说 多一点钱啊 买买衣服啊 买买花生品啊 买点吃的 这不很正常吗 结果他班主任 给他爸妈讲了之后 他爸妈就讲 那你这钱花着上面 太亏了 完了从此以后 不给他打钱了 把钱打到我这里 然后我每周负责 给他固定的数目 我父母给你的钱 你给我总好吧 你都给我呀 我给你 你不是乱花吗 我不是为你好 你就是不爱我 什么乱花 你就是不爱我 他说我不爱他 就好像他很爱我一样 那个去年 那他到底爱你 还是不爱你 你听我讲吧 去年那个EXO 好像有一个什么成员 传了绯闻嘛 好家伙 人家在那里哭了一天一夜 那我偶像 那个谈恋爱了 那我能不伤心吗 他为你哭过吗兄弟 没有嘛 然后那个时候去年 去年我骑摩托车 完了被一个小汽车 给碰了一下 小腿骨折 都躺冰床上了 人家来看我 我就讲 你没事吧 你说躺在冰床上 他能没事吗 你都说没事了呀 我又没有小腿骨过直 我怎么知道多疼呀 那你几个青春都还疼呢 你手到讲刺拔了还疼呢 所以说你实话告诉我就行了 那不还是怕你担心吗 哪知道你是这样 那后来 唯一值得称赞的就是 他还知道在旁边看着我 但是他看的话 其实还不如不看呢 为什么 你说病人需要休养对吧 我躺在床上 哎呀人家好家伙 拿着个板凳坐在那里 看着一二个厕所还放外放 我在医院我也很无聊 我就和你一块看怎么了 他们跳的多好看啊 那你给我放个 熊大熊二光头墙 我感觉都比这个强 我不喜欢看那个呀 那我也不喜欢看那个呀 这还是一个小事吧 还有大事呢 就十二月月初的时候嘛 你看我老墙是山东 然后我父母 据我学校合肥 是一千多公里 然后坐火车过来 他没有高铁 就只有普快 然后坐了十多个小时 火车来了 之后就想和我一起玩了 再见见他嘛 可人家倒好 当天晚上我打了四五遍电话 就是不接 我手机不是静音了吗 静音静音 那我后来打通了之后 我给你想我爸妈来了 那你在干嘛 那谁让你不提前告诉我 你爸妈来啊 我看我偶像颁奖典礼呢 那我后来我给他讲了 我爸妈来了 你出来我爸妈想见你 完了人家就是不下来 那我偶像一年的成果 都在这个颁奖上 那好不容易看到了 我现场去不了 我看个直播也不行啊 完了 我最后就是讲 我讲你看重播嘛 你看重播啊 然后结果人家就就是不下来 为什么要看重播呀 重播没有感觉 我就想看直播 反正最后 我这怎么叫都叫不下来 然后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骗我爸妈 我就讲 他一月份马上要考试 然后要上自己一课 我妈比较喜欢玩微信 她讲 你把你女朋友的微信给弄过来 我看看来 然后我讲 手机给你 你自己看吧 然后我妈就找他嘛 就找不到了 她讲 静音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到静音呢 我讲 那个是宝贝 你找宝贝 然后他找了嘛 找到宝贝之后 结果是这样 你这宝贝怎么 是个男的呀 然后我讲 那四五十的很多女的 不都是拿刘德华当偶像吗 这种不很正常吗 然后我父母也讲 那也挺正常啊 完了后来 就翻他朋友圈 找他照片 好家伙 这不翻还好 这一翻 那翻了一分多钟 你知道吗 翻了一分多钟 翻不到他照片 看到什么 哎呀 我的老公今天在韩国 怎么着 我的男神今天跳舞怎么着 怎么着怎么着 什么感冒了就怎么着了 然后我爱你 希望你们怎么着 你说我爸妈 看到这种词语 本来你说 父母这一辈人 都比较封建嘛 看到这种词会 就可能会有点反感 那老人封建 你就不会 替我多说点话呀 那完了 你下面配的照片 又不是我 我怎么替你说话 后来怎么了 后来我爸妈 就稍微有点不开心嘛 这女孩追星有点过分嘛 可哪知道 他马上 他待会发了一条朋友圈 你这就不能长那些心嘛 我都跟他讲 我爸妈来了 我又不知道你爸妈 看我朋友圈 我发 我看一个直播了 我都不能 我都不能发个朋友圈了 人家就看那个直播嘛 又讲 哎呀 哎呀 我的男神们 今天努力没有白费啊 怎么着怎么着 辛苦你们了 怎么着 我爱你们 然后我妈一看 哎你这不是上自己课的 你这一 你这是看 看这个什么直播去了 我爸妈就已经有点就是不开心了 我回去之后我就讲 你第二天你去跟我爸妈道歉 反正讲 凭什么给你爸妈道歉 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没有错 我就感觉 你父母第二天不是还在这里吗 那那个节目第二天也有重播啊 第三天也有重播啊 不都说了不愿意看重播了 去了吗第二天 没去啊 他觉得自己没错 那到底见到你父母没有啊 最后还是没见 最后我父母也生气 他觉得自己有礼也生气 听明白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我就想让他来到这里 我想让他知道 他的追星到底是有多恐怖 有多么走火入魔 你喜欢你男朋友吗 喜欢 真喜欢他 我喜欢 那你喜欢你偶像吗 我偶像是我精神的伴侣 他是我生活中的伴侣 我觉得两个我都爱 你说我都搞不懂 这就是一群男的 那不就是在台上 你又唱一跳吗 这个你千万别搞不懂 搞不懂你就离开 没人强迫 你一定要懂嘛 行了我们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吧 丘比特问卷 对于恋爱世界有两种 一种是精神上的恋爱 一种是真正实际在一起的恋爱 不管是精神上恋爱 还是实际在一起的恋爱 所有谈恋爱的 在爱情当中男女 都希望对方在精神上 思想上 心理上 都是忠意于自己的 但是对于现在 你的爱情来讲 有了一个特别有杀伤力的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 你还没有力气去回击他 因为他太强有力了 这个第三者 跟他在一起很多年 而且是他所恋爱的对象 要不你就接受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要不然你就选择离开 那同样对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喜欢偶像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单纯地喜欢他 我不管喜欢他的外表 我也喜欢他的内在 他当时在韩国的时候 当练习生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努力 然后他 他特别地努力是吧 对 然后他为了他到现在 奋斗到这样一个地步 他才特别地努力 所以他能够成为你的偶像 因为他 你的努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从高中考进了大学 然后呢 你因为他考进了大学 然后到现在为止 该你的考试你考了吗 没有 该你去图书馆 读书的时间你读了吗 没有 如果你喜欢你的偶像 你去学他的努力的话 那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啊 你做呀 你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我想你可能也不是 那么爱你的偶像吧 或者去学到你的偶像身上的 一些东西 你那只是痴迷 不叫真正的一个爱 在爱情当中 所有的爱里边都会包含着 我们要去努力 要去为对方付出 没有付出的爱情 或者没有付出的你的盲目崇拜 你可能得不到你真的想要的 所以你先想清楚了 第一个偶像你能不能得到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崇拜你的偶像 想要去得到你偶像的一些回应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第二个 踏踏实实现在有一个很爱你的人 你要不要珍惜 如果你不要去珍惜你这个爱的人的话 你就好好地跟他讲 他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陪你继续这么玩下去 因为现在你们俩谈了一年多两年的爱情 这只是在玩 不是真正在谈恋爱 因为你只是在陪他疯 陪他去崇拜偶像 所以好好地想清楚 然后再做出你的决定 你说的 2015年12月初的那场盛典 我在现场 我能够感受到现场那些粉丝们疯狂地对偶像的崇拜 喜爱 在门口 就我手中那个票 是能换到八千块钱 无数粉丝在说求票 这在香港嘛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确实存在 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去的时候 男女朋友一起去 因为他对于偶像的观点是很清楚的 偶像是飘在空中的 但是我们人是活在现实当中的 你要分清楚 虚拟和现实之间 你要有一个平衡点 不是说你追星不行 但是追星要有一个度 你自己要能把握自己这个度 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要面临着生活 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你要处理得好 你可以去追星 如果你一旦处理不好 我们也知道就发生过很多 痴迷的处理不好的那些粉丝 身上的一些悲剧 你愿意走到那一步吗 姑娘 醒一醒 不是说你不对 但是一定要把握在一个口控的度 偶像和粉丝之间 发生不了任何关系 都是粉丝自己假想出来的 摆在眼前的就是一个 必须让你做出选择的残酷的事实 要不就是EXO 要不就是EX boyfriend 你是要生活 还是要梦境 但是这两者呢 不是让你一刀两断地去选择 而是在你分清 在你做梦的时候 和谁 在你生活当中和谁 而在生活当中现实的问题 你选择谁 给你的建议都要选择男朋友 选你真正的现实当中的 这个生活圈子 社交圈子 否则你只剩偶像了 你都没有了 好吧 姑娘 男孩 你要理解他 因为在你没有出现的那个世界里 EXO已经出现了 你们的相识也是因为偶像的因素在 他才喜欢上你 有的时候他是很不懂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他的话 给他一定时间 一定包容的度 他很多行为呢 在很多粉丝里都会出现的 其实还是在做一场少女之梦而已 你要陪着他把这场梦呢 尽快地醒来 让他知道 哪个对于他来说最重要 你在生活当中 给他指引方向 给他去铺垫一些路 给他足够的帮助 以及包容 你的魅力就慢慢地增强了 就会把他的很多的注意力 转到你身上 替代他的偶像 成为他的偶像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我比较喜欢 七八十年代的一个词 它跟这个偶像这个字呢 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把它称之为榜样 我承认有一些明星 确实是有才业 确实是努力的 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 是榜样 你可以努力去学习这一部分 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还有一部分 不是榜样的那部分 是什么 是造星公司 为了你们这些少女的需求 给你造出来 而真正的追星 要放在榜样的那部分 就是他们真正立志的那部分 而你没有做到 还有第二点 真正的跟明星在一起 生活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明星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他闲着的时候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他也抠鼻屎 他也搓脚丫子 跟林家大男孩 没什么区别 他就是生动的存在 是艺术给予了他光环 让你有了想象空间 你不是说 你没有看清楚 他的鼻和嘴吗 你仔细端详着发现 你会发现 当卸了妆之后 的确比普通人 要长得精致一些 但那也都是肉长的 都普通 那么为什么 那些造星公司 刻意地让你们这些粉丝 隔着那么远 来看他们的明星 让你看不清呢 就是要勾起你的欲望 让你有一种迷离的感觉 他是EXO的粉丝 你是他的粉丝 不是一样的吗 他现在找不到四六了 生活当中没有原则 你哪里有原则呢 你让他旷课去了两次啊 你这叫负责任的男友啊 我只是在包容他了 这叫包容 这叫纵容好不好 但是有时候 你真爱他有两种 要么现在就离开他 让他警醒 你要么 自己把自己打扮成EXO 他喜欢什么人 我也喜欢什么人 对不对 我爱他爱到底 我百般地包容他 说什么就是什么 看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我都愿意支持他 你要是做不到 你就离他而去 你只要离开他 他就会发现 原来那个一天到晚 魂牵梦莹 看不到的那个偶像 其实真正在生活当中 没有给予他什么 而在生活当中 真心真意 真真戒切关爱他的人 是你这个傻子 他才会知道 哎呦 什么偶像啊 那都是一天到晚 供着看的 在生活当中 真正爱我的 对我好的 还是那个臭小子 你不离开 他是不知道你的好的 所以说 今天还是离他而去 他反过头来 一定追你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EXO 你要不信 你试试看 你今天要是出来了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害了他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从生活中抽离 他就知道你的好 明白明白 明白 就这样啊 他今天不会出来 我也无疑于多说 追星好还是不好 我只想说 姑娘你觉得 一个人 依赖某一样东西 没有他就活得不自在 浑身难受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 成瘾的病人 你想你自己是不是 可以追 但是不要成瘾 其实就一个标准 是不是影响到了 我的现实生活 你自己判断吧 其实他要是 不追星的话 倒也还好 我有时候胃疼嘛 他知道去买粥给我喝 有时候还给我带饭 其实倒也挺好的 有时候还给我洗衣服 但就是一个追星 实在是太影响我们 你觉得他以后会不追吗 你自己掂量这件事情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是觉得 我追明星 我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可是听到老师的话之后 我觉得 我太对不起你了 我觉得我会改的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能改吗 我能改 你真能改啊 真能改 那你以前有讲过改 那我都没有看到 多大的变化 可是我这一次 我真的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 我回去把 朋友圈里的动态删了 微博里的动态也删了 那我考虑考虑吧 请亮灯 请回吧两位 来 请关门 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类人 这类人好像被很多人称为 疯狂追星族 我们看到了这一类人的 某一些特质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特质 给现实生活带来的一些困扰 我相信经过了三位的点播之后 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女生那段表白 听起来挺动人的 但是如果他真爱这个男生 他真喜欢那个团体 怎么会变得如此容易 退缩和退让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的恋人 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请开门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心太软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挺倒的 我会给你父母道歉的 我会用我的改变来 让你看的 那你不单仅仅是道歉 那你要道歉的话 而且你这些追星你不能老追 姑娘 你要有个度啊 曲总他们刚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明天在北京有一个他们的谈判 有人会去 你去吗 不去了吧 我们邀请你去 他们来哦 可以有签字的哦 当时就可以见面的哦 还可以拥抱 对 还真的有拥抱哦 可以合影 对 还可以合影 不去了 不去 不去了 真的不去了 不去 还好他不去 他要去我就感觉 我现在走不知道晚不晚 反正从今以后 我会对他强硬一点 不会让他这样 行吧 行 你们自己的感情 你们自己把握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谁带啊 等等 来 不要 等等 你们别管了 回去吧 女生就把戒指抢走了 为什么把戒指抢走啊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应该给他求婚 行吧 那我们看着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评委老师 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我来这里其实就想让他真是到她是个追心的 不好的地方 其实他只要能改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子的 谢谢你们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啊